你好,欢迎来到《每日一书》,本期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是《思维的囚徒》。 囚徒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就是被困住了。 思维的囚徒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被思维者牢笼困住了,所以会焦虑、抑郁、空虚。 比如说,有的人已经算是人生赢家了,有很体面的工作,妻子贤惠,孩子争气, 但他仍旧难以感到幸福,无端地觉得痛苦,总想逃跑。 但就算换了新环境、新工作,这种情绪还存在。 为什么物质生活满足之后,人还是不能幸福呢? 这就是柏拉图说的,人是追求意义的存在物。 只有追求到了这个意义,才能得到最后的幸福。 那么,什么才是意义呢? 作者也给了一个定义。 意义就是,与我们的真实本性或者核心本质所产生的共鸣。 这个核心本质在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做人的基础。 也就是说,所谓意义,一定要能满足人这个高级动物的精神需求。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点熟悉,这不是意义疗法吗? 你的感觉没错。 这本书的作者,亚历克斯·佩塔克斯,就是诗从世界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 维克多·弗兰克尔提出了意义疗法,还写了一本书,您则是活出生命的意义。 这本《思维的囚图》可以说,以活出生命的意义一脉相承。 亚历克斯·佩塔克斯也被称为意义博士,他还是国际意义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 他在这本书中将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应用在现代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帮我们发现工作和生活中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就从三个部分来讲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简单讲讲,意义疗法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故事。 第二部分,活出生命的意义的七个核心原则。 第三部分,寻求生命深层意义的三个要素。 好,我们下来说说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故事。 弗兰克尔是个犹太人,他对心理学一直很有兴趣。 四岁的时候,他就问自己,生活是否存在意义。 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通行交流。 十九岁的时候,他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文章里说道,我们必须回答生命的意义,而生命的意义是深不可测的。 也是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了意义疗法这个概念,鼓励人们寻找生活和工作的深层意义。 那时,维也纳还有两个不同的心理学派。 一个是弗洛伊德学派。 弗洛伊德曾经花了数年时间,专门研究享乐意志。 他认为,享乐意志是人类生存动机不可分的一部分。 就是说,生命是以本能满足为动力的。 另一个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学派。 他坚信,人生来具有自卑感,因此会用一生的时间克服自卑,获得优越感。 所以,追求权力是人的本能需求。 但这两点,弗兰卡尔都不同意。 他认为,无论是追求享乐还是追求权力, 其实都是试图满足内心的空虚而已, 不一定能获得生命的意义。 因为欲和门田,享乐没有止境,权密无限, 有了权,还会想要更大的权, 他们都是物质范畴的。 真正能满足生命追求的,一定是精神层面的。 所以,弗兰卡尔选了意义作为此。 意义在希腊语中就包含精神的意思。 大奸行,任何一件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都能让我们从精神层面更好地认识自己, 认识世界。 这就是这些事情的意义。 而意义疗法也帮弗兰卡尔熬过了生命中最难熬的阶段。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弗兰卡尔是犹太人, 他和他的家人在1942年,也就是二战期间, 被抓进纳粹集中营。 那时候,弗兰卡尔正在写他的第一本专著《医生与灵魂》。 被抓的时候,纳粹没收了他的手稿, 但他瞎定决心要完成这本书, 于是就用偷懒的纸重新写收稿。 这也成了他在集中营那种残酷生活中的意义。 弗兰卡尔在集中营里被关了三年, 在这三年里,他的妻子、父母、兄弟都相继去世了。 但他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 还有人保持着人性。 即使遭受苦难, 人生也是有意义的。 于是他在集中营里想办法整理自己, 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 还积极去争取集中营里的工作机会, 不至于被送往毒气室。 他说,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可以剥夺人类的其他一切, 但唯独剥夺不了的是人类最后一点自由。 这就是选择处事态度的自由和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 就这样,弗兰卡尔活着走出了集中营, 回到了维也纳, 成了维也纳大学医院的神经门诊部主任。 他把自己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写成了活出声音的意义。 思考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怎么实现生命的意义。 这本书被美国国家图书馆评为 美国十大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 我们也在好处快听里分享过这本书,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 而活出生命的意义, 也促长了思维的囚徒这本书。 1997年,弗兰卡尔以92岁高龄离世,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仍旧保持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饱满的生活热情。 这就是提出意义疗法的维克多·弗兰卡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部分, 活出生命意义的七个核心原则。 这七个核心原则是本书的作者亚历克斯·佩塔克斯提出的。 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地选择你的态度。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不管遇到什么事, 你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你的态度。 有一个父亲有一天非常沮丧, 因为他的女儿在舌头上穿了个舌钉, 他的习惯性认知和审美都无法接受。 他的同事看到他, 你可能无法接受他穿了舌钉, 但至少他还活着, 没有坐牢, 也没有未婚先孕, 还把实情告诉了你。 这些劝说让他的情绪逐渐好起来, 也慢慢接受了女儿的叛逆。 这个事情就说明, 任何事情我们都是有选择的权利的, 不要算尽死活痛还死活不出来。 第二个原则是, 实现有意义的目标。 什么是有意义的目标呢? 不是挣多少钱或者买块名标。 这种目标是很短暂的, 就算得到了也只能高兴一阵。 之后, 如果还想再高兴, 只能把目标再提高, 人就会被这种目标逼死。 乔布斯说过一句话, 我愿意用所有的科技成果 换取和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谈话。 这句话其实就告诉了我们, 对乔布斯来说, 这个有意义的目标就是精神的充盈。 科技代替不了人类情感, 物质的丰富也代替不了精神的充盈。 第三个原则是, 发现生命顺境的意义。 要记住, 生命的每一时刻, 即便是发生复兴事件时都有意义。 不要感到恐惧, 因为人意恐惧, 就会限制大脑潜能地发挥, 使自己固化在已有的复位模式里。 如果你能安下心来端详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就会发现, 每个时刻都有积极的意义。 找到了这个意义, 不仅会减少恐惧和沮丧, 危机也可能变成转机。 第四个原则是, 千万不要违心做事。 比如, 不要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别人。 你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别人, 亏让别人想方设法地逃避。 所谓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其实就是这种强加的结果。 也不要因为害怕承担错误, 就选择躲避。 佩塔克斯有一次闯红灯, 警察气势汹汹地坠过来, 他主动向警察检讨自己, 说自己的行为真是该法。 没想到, 警察还反过了安慰他说, 这种事情在所难免, 也相信他以后再不会这么做了。 第五个原则是, 从远处审视自己, 因为往远看, 能让人从眼前的错误中分离出来。 有个漫画, 画的是一个人被半岛摔了跟头, 但这个人站起来之后不仅没有沮丧, 还对摔倒的那处说谢谢。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虽然这一次他在这摔倒了, 但是以后就不会再在同样的地方跌倒。 也就是说, 他把自己从眼前这个摔倒的错误中分离出来了, 而且还从错误中有所收益。 如果我们只盯着眼前, 那可能只会想到, 好烦, 竟然这么倒霉摔倒了? 第六个原则是载变关注的焦点。 有个电影叫《美丽人兄》, 父亲和儿子一起被抓进纳粹集中营。 为了保护孩子, 父亲告诉孩子, 他们正在玩一个集中营的游戏, 孩子信以为真, 在碰碰的集中营中一直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态度。 这就是因为父亲帮助孩子转移了关注点。 我们小的时候, 摔倒了, 玩具丢了也会痛苦, 但很快就被新的事物吸引忘记了。 这个能力长大以后好像就消失了, 因为我们越来越难以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 所以面对困难的时候, 可以主动恢复这种孩子的好奇能力, 转移自己的关注焦点。 第七个原则是, 要敢于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是人类另一种独特品质, 而超越自己的最大挑战是宽恕别人。 曼德拉从监狱出来, 遇到了当时在监狱中虐待他的看守。 以曼德拉的权势完全可以对他示意报复, 但曼德拉选择了宽恕。 因为宽恕了别人, 曼德拉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否则就算走出监狱, 他还是活在怨念的囚龙里。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二部分, 活出生命意义的七个核心原则。 分别是, 自由地选择你的态度, 实现有意义的目标, 发现生命瞬间的意义, 千万不要违心做事, 从远处审视自己, 改变你的关注焦点, 要敢于超越自己。 最后, 我们说说第三部分, 怎么寻求生命的深层意义。 作者认为, 需要三个要素, 就是OPA意义准则。 第一个字母, O, 代表的是他人, 意思是说, 要和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英国《卫报》做过一次民意调查, 虽然现在的信息交流越来越便利, 但仍有80%的受访者, 喜欢和朋友共度时光,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而不是通过手机或者在线联系。 这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 人类是社会动物, 渴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和社会的归手感。 作者进行了一次测试也显示, 在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中, 他人这要素的得分最高。 这就是说, 和别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 才能保持和这个社会的联系, 才能从中找到归手感, 人才不会孤独。 比如现在很多地方都建了老年公寓, 这就是让逐渐离开社会的老年人, 有机会结交新朋友。 公寓就成了他们生存的小社会, 虽然小, 但仍旧可以让他们保持和社会的联系。 再比如, 现在共享经济越来越普及, 比如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共享住房, 共享图书等等。 实际上, 共享的价值不只是帮人们省钱, 让生活更便捷, 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建立新的联系, 这也是人类必须的精神需求。 第二个字母, P, 代表对从事的工作, 要有崇高的目标。 作者曾经问自己四岁的小侄女, 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小女孩回答说, 成为大人。 这个回答把大家都逗笑了, 因为大人期待的答案, 是成为画家、 老师等等, 总之是一个职业或者事业。 事实上, 这个问题应该是, 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比做什么职业更能实现生命的意义。 对企业来说也是一样, 任何企业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但是如果仅仅盯住利益, 这个企业就很满长久。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企业, 被一场大火烧毁了, 三千多名员工失去了工作。 这个企业的董事长没有马上关门裁员, 他继续给员工发工资, 一连发了三个月。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直接关门, 员工一下子没了生活来源, 他们的生活都会受影响。 所以他才冒着破产的风险, 一边坚持给员工发钱, 一边在旧仓库上建临时厂房, 继续坚持生产。 他这么做, 也感动了所有员工。 为了帮企业走出困境, 这些员工非常拼命。 最后, 这个企业又重新站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 都没有把赚钱作为目标。 他们就是为了更崇高的目标, 相互帮助, 乐意付出的。 第三个字母A, 代表用积极的态度去拥抱生活。 职场决策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员工服务和工作生活供应商。 它对2012年到2014年的全球平定显示, 抑郁症、压力和焦虑总体增加了50%。 对此, 你估计也有体会, 工作生活中抱扬累的, 心情不好的人比比皆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 原因很简单, 就是人们陷入了刻板的思维套路, 失去了创新能力, 所以才会只看到生活工作中不顺心, 复兴为一面。 如果你用开阔的视野, 灵活的思维去面对生活, 把精力集中在我们想干的和已经拥有的事情上, 就会看到希望, 感到幸福。 有个高级主管, 事业上已经很成功了, 但始终对自己不满意, 因为不满意而非常灰心。 作者与他交谈后发现, 这个主管总是盯着自己和目标的差距, 比如他想当非欧, 但没当上, 就开始有各种不满。 事实上, 他这是和他自己作对, 如果他能放下执念, 把事业从差距上移开, 就会为自己腾出一个空间, 有机会开始一段新生活。 而在这个新生活中, 也许就找到了新希望。 苹果公司有一年的营销口号是, 换一种方式去思考。 对大多数人来说, 如果在面对困难逆境的时候, 能把自己的情绪和这些负心的事件分离开, 换一种方式去思考, 摆脱思维的囚笼, 就会发现, 生活, 其实有很多值得珍惜, 让你幸福的事, 值得你去热情来拥抱。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部分内容, 要和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对所做的工作保有崇高目标, 积极地拥抱生活, 通过这三点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到这儿, 思维的囚徒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介绍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讲了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 我们讲了意义疗法的创始人, 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卡的故事, 第二部分讲了活出生命意义的七个核心原则, 分别是, 自由地选择你的态度, 实现有意义的目标, 发现生命瞬间的意义, 千万不要违心做事, 从远处审视自己, 载便你的关注焦点, 要敢于超越自己。 第三部分讲了, 寻求生命深层意义的三个要素, 也就是OPA意义准则, 要和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对所做的工作保有崇高目标, 积极地拥抱生活。